欧帝前妻被曝新恋情,与25岁男星同回家过夜,宣布离婚不到三个月。 11月2日,据台湾媒体报道,欧帝前妻郑云灿近日被拍到与25岁男星陈浩森同回家中,疑似新恋情曝光。 有媒体拍到郑云灿开车回家中,他从车内走下时还有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相伴。 这位男子和郑云灿一直在家中待到第二天早上才出门,两人还特意一前一后走出,明显是不想被拍到。 两人来到另一地开重型机车,看来这也是两人共同的爱好。 郑云灿因为欧帝爱上了骑车,他也数次跟着欧帝到处骑行,那时的他们还是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,如今却遗憾分道扬镳,实在令人唏嘘。 据悉,陈浩森是凭借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而被观众熟知,陈浩森比34岁的郑云灿正好小8岁,如果恋情属实的话,可以说是妥妥的姐弟恋了。 今年8月,欧帝宣布与郑云灿离婚,称没办法找到更好的相处之道,已经办完离婚手续。 没想到两人距离公布离婚还不到三个月,前妻就疑似有新的感情了,着实让人惊讶。 这位纷家是受冲迫起来的。 我想,现在非常享受自己的诟穿起来,只有会协会集中,